念佛念得再多 一听到完还是胡思乱想 还是烦恼重重 那个念佛功都没有 功又算什么 福 他修了福 所以功德跟福德了 要并别清楚 这个功德了 一定是讲求的清净性 平等性 这是功德 所以功德是向内求的 不是向外求的 平常这些布施供养 一般人观念当中的布施供养 是福德 布施供养 大臣 了一经典里面所讲的布施供养 是功德 一面 也包含着福德 但是这些呢 如果要不细讲 你不懂 比如 我们最近呢 讲金刚经 金刚经上讲布施 那个布施 布施叫你拿一点钱财到寺院里面的 去布施 布施这个意思 那个布施是讲理全部的生活 换一句话说 祝福菩萨 他的整个生活 就是为一切众生做一个最好的榜样 最好的母帆 那就是布施 他做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你看 叫你跟他学习 你看那个布施的范围 多广 多大 那是功德 金刚经的法旗 跟一般经不一样 跟地藏经不一样 地藏经一法旗 前面是种大光明月 金刚经的法旗 是释迦牟尼佛德 十位大臣 是特伯 做一吃伯 穿一吃饭 穿一吃饭 给我们做个样子 做个什么样子呢 拒耳不迷 我们穿一吃饭 迷耳不迷 我们穿一吃饭 苦 佛菩萨穿一吃饭 落 他在穿一吃饭里的觉悦 他不迷 他表现这个样子 给我们看 我们度金刚经的人很多 有没有看出来 没看出来 为什么没看出来 心太粗了 粗心大意 没看出来啊 虚佛提文哲 看出来了 感叹着 稀有是温了 赞叹了 太稀有了 太稀有了 把这样生 这样圆满的教化 表现在穿一吃饭上 这实在是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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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一吃饭 什么叫觉悦 保持心地清静 是觉悦 保持满满的智慧 这是觉悦 我们穿一吃饭 迷惑了 吃饭要讲求色相味 这就迷了 起心动念 起了烦恼了 穿衣服要挑款式 要挑量子 这就是迷惑颠倒啊 就起了烦恼啊 里面是什么 生活上的奇寥啊 喜怒哀若哀无欲啊 动气勤无欲啊 生烦恼啊 而活菩萨穿衣吃饭生活 心地永远清静 一个万年也不生 这就高明 他们过日子 随便样样都好 样样都不自在 我们要固执 要执着 样样都不自在 今天带个金刚钻 在很漂亮的 明天就不行 这个钻太小了 还要搞个大 不自在啊 ini se 女人 如果就 « 都苦了» 你